工程人員拿著機具 在大馬路上加緊施工 由於日前道路下方的自然水管破裂 因此为了防止水流乱串 施工单位把马路挖一个大洞 紧急抢修后 才总算把破裂的水管修复完成 施工破裂 这项看似平凡的工程 全程都被当地民众给拍了下来 也正好留下了施工单位处理不佳的证据 由于施工的地方就位在五七老街上 当初工所为了美化老街景观 特别设置异象路灯以及道路绘画 但如今道路上却硬生生挖了一个大洞 留下土屋的坑八路面 也让地方是相当不满 当然是比较爽 比较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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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用这样的事情比较爽 这我们不能决定 这都要政府来看派人来用 他看到欧水港破裂 我拜托我们的青壮 给我们恢复我们原来的政官 让我们五千整体一致更漂亮 而且我们的八十里面 大家欢迎说 你中间怎么会这么买到 我们自己恢复原来的样子 公所只表示 当时因为管线突然破裂 自来水公司便赶紧派厂商前往修复 由于属于紧急状况 因此就没有通报公所 而如今留下大坑八 未来将会要求厂商 负起恢复路面美化的责任 还给老街一个美观的道路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道